南投县农会举办2018年台湾农渔会百大精品 及农业成果发表一脉会 县农会常务监视活明科县议员说 南投县参选全台农渔会百大精品 入选39项 归功于所有农民的努力 我们南投县的农业 由我们南投县政府 我们南投县农会 以及我们13项农会 大家合作的 农村这些青年 大家用心来打拼 来研发 所以我们带到我们专国 最优秀的 最极出的 百大精品 三高精品 县农会总干事曾明瑞表示 义麦所得将全数捐给 普里镇菩提长青村 及基督教阿尼瑟佛儿童之家 希望在寒冬送暖 给社会边缘的角落 我们今天做一个公益的 义麦活动 在寒冷的冬天 我们送一点温暖 给我们社会边缘的角落 今天义麦所得 全数我们会捐给 普里 一个叫菩提长青村 另外我们阿尼瑟佛儿童少年之家 在寒冷的冬天 给他们一点温暖 也谢谢社会各界 社会的爱心的朋友们 给我们的资助 新议员肖志全 对于农会理事长胡嘉诚 及总干事曾明瑞 还有常务监事侯明科三人 共同提出这项构思 表达肯定 并认为足以作为各农会 办理公益活动日后的表率 在这个严寒的冬天 让这些老人家及孩子们 能够感受到我们社会的温暖 对现农会总干事跟理事长 还有常务监事 他们三人提示这个构思 相信对于未来各个农会 将来作为社会公益 可以作为一个表率 现议员曾正言肯定 農会这项公益活动 把爱送给需要爱的人 把爱送出去 把爱送给需要爱的人 今天我们的管農会 办这个意卖真正好 我们的管農会 在我们总监事算的一项 我们这些很多商品 做到都真正好 这场意卖会 购目的十万元 议员胡明科 肖志全 及曾正言 都亲自到场参加 除感谢各界爱心外 也希望借此抛砖引运 寒冬送暖 记者王水仙南头采访报道